罪魁祸首 31岁女主老队长崩溃 被假秀权抛弃 水性侠救了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谅仔聊球 我是谅仔 如果你喜欢谅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目前的我们中国女主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其实目前中国女主 已经是打败了韩国女主的捧回了亚洲杯 并且现在已经是正式回国 对我们女主姑娘们来说 估计他们也是感慨良多 毕竟在此前刚刚经历了奥运会的落选 包括有些老将 连奥运会都不能够参加 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年轻小将 在之前奥运会也是惨败 所以这一次在经历的这么糟糕的成绩 再次回到亚洲的巅峰 他们肯定也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感受 所以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央视 也是针对我们中国女主这个团队 每一个国家进行一个采访 那么在这其中 其中31岁的前中国女主的老队长 楼嘉惠 她的一些采访 各种说的一些话语 真的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她在采访过程当中崩溃痛哭 甚至气不成声的一个模样 也真的是让我感慨良多 在这次采访当中 其实楼嘉惠真的是非常的感兴 而且她也是回忆了自己之前 去落选了这一次 东京奥运会名单的一个情况 她说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是被抛弃 可能职业生涯也是彻底到此结束 那么就在自己处于最落魄的时候 水信侠指导上任之后 给了她一个新的希望 让她燃起一个新的信心 结果还真的如她所愿 那么水指导也是看中了楼嘉惠 作为老将的工训的实力 所以在亚洲杯的一个筹办阶段 也赶紧把她召回集训当中 并且在追踪的比赛当中 帮助中国女主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其实对楼嘉惠来说 在经历了一个最低谷最落魄的时候 水信侠把她拉了一把 反倒是当时贾秀全给她彻底抛弃了 所以经历了这么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 我相信对楼嘉惠来说 她确确实实心里面会感慨很多 所以也难怪 即便是面对央视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舞台镜头 她也是难掩自己的一个感慨的一些心情 也是直接面对镜头痛哭了起来 甚至也是在面对水信侠指导的片段的当时 她也是直接躲开了镜头 一直在抹眼泪 说实话 其实作为我们中国女主的球迷 看到楼嘉惠这么伤心 我自己其实也觉得挺难过的 毕竟其实楼嘉惠 一直以来为我们中国女主 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包括中国女主之所以能够进入奥运会 她也是有一个卓越的贡献 所以真的是没有想到 也难怪楼嘉惠自己都很意外 自己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居然连奥运会的一个名单都没能够入选 所以其实如果说贾秀全当时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没有下课的话 估计楼嘉惠是根本不可能再回归国家队了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贾秀全真的是罪魁祸首 那么在这些老将最需要扶一把拉一把的时候 他却把他们的全部给抛弃 并且启用新人进行所谓的练兵 把我们中国女主这些老将立下的汗马功劳 彻底给糟蹋了 导致我们中国女主在整个奥运会 这么多强敌当中是丢进了里面 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所以可以说这次水性侠不仅仅是把楼教会救了 也是把中国女主给救了 把唐嘉丽的那些老将给救了 让他们重新延起来对于中国女主的希望 对我们中国足球的未来 所以也要我们很多球迷对我们中国女主 再次充满了期待 那么在水性侠指导的一个带领之下 其实我们也有信心 有理由相信他们肯定能够在未来 创下更好的一个成绩 毕竟就像水智岛所说的那样 他说亚洲杯不是最终的目标 所以我相信他们未来肯定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那么我们作为中国女主的球迷肯定是非常幸福的 不妨呢也静静期待一下 好了本期的量仔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